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小米手環4跟米洞手錶青春版兩個的比較 那這個小米手環4這個呢 前一等出來之後呢 它的CP值真的相當高 所以賣得很好 那這個呢 米洞手錶青春版這個呢 已經是出了很久了 它都沒有改朝換代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兩個他們的功能的差異 那麼看是哪一個呢 比較值得入手 那我們來看看囉 首先來看螢幕 那麼這個米洞手錶青春版這個呢 它使用是反射式螢幕 所以它是長亮著的 它沒有按下來的 那外在的光線越亮的時候呢 它能夠顯示的螢幕就會更清楚 它是利用反射的原理把 把裡面的螢幕給鏽出來的 那麼小米手環4呢 它這個是使用的是0.95吋的 AMOLED的彩色螢幕 那因為為了求省電的關係 所以當你不用的時候 它是關起來的 除非你有射台碗 或者是你給它按一下 它才會亮起來 那螢幕的面積呢 當然差很多 可視的面積就是 手錶的這個比較大 那你手環呢就 比較小了一些些 接下來是重量 米洞手錶青春版這個呢 是重量是32克 32克 那這個是差不多是22克 其實帶只有差10克而已 重量是差不多 不過帶在手上 因為它這個寬度比較寬 我們如果流汗的時候呢 它這個就會比較有 這個 黏手的感覺 那這個當然它表帶比較 細一點 我們如果流汗的話 其實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所以它在寬度上 雖然重量差不多 但在寬度上 不太一樣 這個是用標準的 手錶錶帶 所以可以通用一些手錶錶帶 那這個就是 小米手環專用的錶帶 這樣才可以使用 那續航力呢 這個米洞手錶青春版呢 可以 續航45天 相當厲害 因為它 非常的省電 反射式螢幕非常省電 那這個呢 官方的資訊是說可以用20天 20天 所以 它的續航力都不錯了 這個可以用20天 這個用45天 我覺得都已經足夠了 接下來是售價 這個的售價是 1995 這個售價呢 是 865 這個是完勝 這個價錢不到 一半不到 那這個是 大概是兩倍多一點點 但是在使用的感受不一樣 這個比較像手錶 這個就是手環 一個是手錶 一個是手環 就感覺不一樣 那麼 比較大的差異呢 當然它這個都有心率偵測 比較大的差異就是這個 米洞手錶青春版這個 它有內建GPS 所以如果是要運動 要拍攝我的軌跡的時候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偵測的時候呢 我不用帶手機 就只會帶手錶出門 就可以偵測我的運動軌跡 那麼 手環呢 沒有內建GPS 所以必須要帶著手機 才能記錄運動的軌跡 再來講我們來講的是這個 手環的錶盤 那麼小米手環4這一代呢 已經有增加可以更換錶盤的功能 的錶盤設定裡面 那錶盤設定裡面呢 有一些錶盤可以更換 我們進來小米運動的 我們進來小米運動的APP裡面 我們點進去 它這裡是有些錶盤 大概有五六十種的錶盤 那這個就是它由官方來設計 提供給你們使用 比如說我現在選了一個 貓咪好了 貓咪來這個貓咪 點下去好 那我就同步這個貓咪 那麼它現在就正在同步動 好那我現在就已經成功的把錶盤 改成貓咪齁 改成貓咪的錶盤了齁 這就是小米手環4的錶盤 那米洞手錶青春版呢 它就來的變化多了齁 那麼我們比較簡單就是使用它外掛的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Google Play底下 就可以搜尋 我們只要打這個 Amma Free這個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找到這個APP 那我們把它裝起來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我開啟這個APP的時候呢 那種類非常非常的多齁 種類非常的多 選都選不完齁 而且呢它這個很自由齁 還有可以有很多圖案什麼的變化 那同步的方法也很簡單 你只要點選你喜歡的錶盤 那這邊按下載的圖號 這邊按下載的圖號 下載 下載呢 下載完成之後 先用廣告 我們要把廣告關掉 下載完成之後 它有跟你提示說 那你現在要跑到小米運動底下去 去把這個錶盤給打開 這樣就可以同步過去了齁 這邊指示很清楚了 那我們就跟它指示 打開小米運動 打開之後呢 進到我的錶盤設定底下來 錶盤設定這個 好 那這邊有一個本地錶盤 那本地錶盤裡面呢 這裡是我剛剛在那個APP裡面下載過的 那我現在同步這一個 我把它同步過去 那麼這邊就開始同步了齁 好 那我現在這個錶盤就同步成功了齁 我現在這個米動手錶 已經變成是新的一個錶盤了 那麼 那小米手環4呢 因為是比較新出來的東西 它有內建 手錶遙控播放音樂的功能齁 那麼 米動手錶這個呢 就沒有 不能用手錶控制音樂 播放音樂齁 那麼 那麼 現在就播放音樂了齁 那麼 這邊呢 這邊呢 它就有一個 控制的選項 那我可以停下來 或者是我要 下一首 再換下一首 它就是可以去遙控 手機裡面的音樂播放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它收到通知的時候呢 閃一下 它現在沒有了 我們就要先進去裡面 進去通知裡面來看 進去通知裡面來看 這個是我剛剛收到的一個通知 是這樣子 好的 那同樣的文字呢 在這邊 我們如果要進去讀的話 是從這邊的往上滑 這樣就可以看得到了 這是剛剛的訊息 好的 那麼 小米手環呢 小米手環呢 因為是比較新出的產品呢 所以它在運動的功能部分呢 除了 除了 戶外跑 室內跑 騎車 劍走 之外呢 它多了一個 鍛鍊跟游泳 這兩個功能 這是 小米手環是 比較 新增的功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 看看 手錶跟手環在陽光底下 它的表現 那以上就是今天幫各位介紹這兩款 產品 那麼 如果是 想要比較接近手錶的體驗 當然是戴這種 米洞手錶 那如果是要CP值的話 那當然是選擇 小米手環4 都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喜歡的話 就幫我們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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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